连续的两年 同一只苍蝇在同一个地方 猎杀了同一队薰损雕的两窝幼崽 这听起来让人都不敢相信 但这样的事情还是真实的发生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去年发生的 一般来说薰损雕的幼崽 能存活两只是非常不容易的 而这一家就实现了 两只小鹰都在健康的成长 没有想到的是意外却发生了 一只苍蝇袭击了它们 两只独行 两只幼崽都被苍蝇一下抓走了 苍蝇使用了钓虎离山之计 刁爸这个时候他还不知情 他还带回了猎物 但是幼崽们已经不见了 这两个在互相抱怨着对方 这是今年刚刚发生不久的 这只苍蝇再一次的袭击了他们 苍蝇又使用了钓虎离山之计 抓走了一只幼崽 苍蝇又第二次来袭 苍蝇再次成功地使用了钓虎离山之计 抓走了薛笋雕的第二只幼崽 同一只苍蝇 在同一个地方 免许两年 使用了同一个计谋 抓走了同一对薛笋雕夫妻的两窝幼崽 这个剧情把它拍成电影 你肯定不会相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